Odia Jungle 的跨年晚会 那么跨年晚会上 哪位女星更为惊艳的你呢 关小彤参加了 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 一身白色戴花衬衫 搭配蓝色的牛仔短裙 加上黑色的运动鞋 十分的有活力 从国民闺女走到现在 又和陆寒高调的公布恋情 关小彤越来越有女人 爱情真的能让一个人 变成小女人了 迪丽热巴在这 再来是跨年晚会中 奉献了自己的一段热舞 一身蓝色脸皮衣 搭配上凑明薄漠 显得十分的怪异 爷爷网友称 迪丽热巴这个舞蹈太随意了 旁边的舞伴服装都比她的好看 安德勒BABY在晚会上 献唱了一首英文歌 也是小海年的摇篮曲 看来就生被妈妈的BABY 越来越有母性的光辉了 而晚会上的BABY十分的耀眼 生完孩子之后 身材也是完全没有走样 赵丽烨在江苏的跨年晚会和吴亦凡 合唱了一曲《小女》 虽然最后一抱很是尴尬 不过却折挡不了银宝的眉 当天赵丽烨全身粉色戏 头发开似嘴翼的扎起来 但是不会显得很凌乱 配上水润的唇彩 透露着一股甜蜜的味道 虽然赵丽烨的造型非常满 美了 但是杨米却更加的突出 宛如一个仙子下凡 这套蓝色开叉连衣裙十分的有气质 配上那一手书法 完全会服了